欢迎各位来到家族诞生宴 总决赛的现场 我们的方向那就是胜利 每一个阵营都想 咱就是说前两天还沉浸在武功陈楚生部落 被换歌的低谷中没出来 今天就告诉我们陈楚生获得了 P格时尚首个CV和XLeader双辽冠军 总算是过山车后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除此之外 陈楚生部落也是全员都获得了出道席位 还有参加了决赛之夜录制的网友透露 比赛现场陈楚生和王岳新又再次上演名场面 真的卫生哥和王糊糊开心呀 他们的感情经历 这一次P格变得更加深厚了 而看到这里不得不说 终究资本也是无法完完全全操控民意 陈楚生作为16年前快男的草根冠军 他身上有的不仅仅是价值227的嗓音 更是纳定为欲罪不为完全的傲骨 即便是芒果为了曾经的黑色三分钟 多次让陈楚生在P格惨遭打压 三宫开始输了比赛队友被淘汰时期低落 四宫被王耀庆的高傲姿态刺激 差点和好兄弟王月行吵架 武功即将播出音言早谢 推迟一周上线 确实把燕窝被换掉的原因 甩锅给董保时老旧和陈楚生 主打的就是一个捧王耀庆部落全员出道 确实万万没想到最后决赛夜被陈楚生截到 到底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